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自己的口语表达很没有自信 直到有次请教正眼法师应该怎么说话 从此开启了他的说话之道 我以前真的是口才很差 然后又很自卑 那因为有个优秀的妈妈 所以相信之下呢 很多师兄姐曾经也当面说 你怎么没生你妈妈 我说请问我怎么没生 他就说怎么没生你妈妈这么会说话 然后呢这句话深深伤道了我 那那时候真的早起上人有空 所以我回到金色 我也问上人说 师傅要怎么我怎么这么说话 然后你知道上人真的慈悲的亲亲一句话 他就跟我讲说 你现在坐在我旁边 你讲的话我都听到 你怎么说你不讲话 当下我的感觉 我说哇 我们这位师傅怎么这么慈悲 因为这种话我们家阿母从来不会跟我讲 那可是呢上人后来又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上人就跟我讲说 你唯有多投入 你多投入多参与 你自然就知道要怎么讲 所以呢真的上人给我开示的话 我都重重的听进去 那我也不想呢继续自怨之哀 所以我就从台北儿童经济班 我开始学习面对五个孩子 不是我生的孩子 我面对去学说怎么去跟他们说故事 然后呢进而呢就慢慢的音乐来了 2003年这个时候 我没有承担过社区的干部 只有一个儿童成长班 那这位妈那时候晚上十点打电话给我 隔天就要再关度宣布 士林区的和气组长是谁 我妈妈打来说 美玲拜托 你让妈妈拜托 你如果不接 妈妈就来告诉你 我继续接和气就好 我不要到核心 那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讲说 妈 我不要做过干部 不然你跟我说 我要怎么接这个士林区的和气组长 我妈就跟我讲说 我跟你说 你只要以你在儿童经济班 这样子跟大众广结善缘 你会去这四年 我们在当干部 就是要跟所有的师兄姐广结善缘 你知道这个字 安了我的心 所以我2003年就勇敢地接了 士林区的和气组长 那我想呢受证资金了34年 还是觉得个人的能力不足 可是我觉得上人开辟这么多法门 就是可以让我不断地学习 要怎么学 2014年我退休之后 我就积极地参与学员关怀组 那上人说入人群 我就发现营队来讲 最能够入人群 付出去接善缘就是学员关怀组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觉得很感恩 让我的心量不断不断一直扩大 我很喜欢寻法相听上人的开示 尤其上人有一年讲说 要跟宇宙天体合而为一 你知道我想了五天 我一直想说 我到底要怎么样跟宇宙天体合而为一 总算有一天被我悟到了 因为呢在承担和气组长 总会遇到师兄师姐 在处事上如果说意见不同的时候 当下我才恍然大悟 把我个人丢到宇宙星空去 我整个心量就变宽了 变宽了之后再看待这两个人的心结 我就觉得哇我就知道怎么处理了 因为唯不足道的问题 在此无限感恩上人 法师对美玲师姐说 你说的话我听得懂 你怎么说你不会说话呢 轻轻的一句话却能点醒一个人 还因此化解了心结 可见说话不只是艺术 更是充满无限的力量 但为什么法师会说 只要多投入 自然会知道怎么说呢 基源就是导致的机会 我们要去看待人 就是要用基源 要跟众生交通 有何上的沟通 才有法度呢 去转变 平常是我们说话 不可以说一些不漏用的话 漏会时间嘛 也会上人的感情嘛 我们应该说话 多数口 怎么用这些话 说出了 让人心开意外 可以让他们欢喜 我们自己也能够均安嘛 我们如果是担人的媳妇 不知道是上海白人 自己也会受上海 自己也会更更愉快 说出了一些不利益堂人的话 所以我们要细心 尽数 人口的爱牵扯 用可以去影响人 专动人的心 会寄人 去教育中生 所以 公为 我们要用心 法师说 说话要用心 不谈人的是非 也不说无用的话 又能够影响人 转动人心的语言 去与人沟通 才能说出 让人心开意解 又欢喜的话 如果你也常常烦恼 要跟人说什么 不如先用心 投入一件事吧 因为 所见所闻 就会让你有许多 想跟人说的话了 正言法师的幸福心法 我们下次见